朱丽倩天王嫂的光环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苦楚和遗憾 无忧无虑的富家千金 18岁获选美大赛冠军 一种时尚杂志的宠儿 要不是因为一句要嫁刘德华那样的 朱丽倩的人生会不会更加精彩 一任北魏21年 她的付出究竟值不值得 1985年 朱丽倩获摸摸摸摸摸 马来西亚选美冠军 被媒体追问理想型的标准 她脱口而出 像刘德华那样的 朱丽倩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豪门千金 曾经有媒体透露 朱丽倩的父亲在马来西亚经营房地产和酒楼生意 甲族企业成功集团在全国都能排上前五 光是一年的收入就已经超过200亿 也就是说 朱丽倩是个儒嫁包换的白富美 17岁的时候 朱丽倩已经出落成了亭亭玉丽的大姑娘 她和姐姐一同报名参加玄妹比赛 在马来西亚时尚圈流传这一句话 但凡城中玄妹赛事 朱家姐妹必定到场 而她与刘德华之间的情感 也被认为是粉丝对偶像的崇拜和追捧 不成想却抑郁成衬 与朱丽倩的成长背景截然不同 出道前的刘德华跟家人窝居在九龙贫民窟 自幼便懂得要赚钱贴补家用 减轻父母的养家重担 努力考上TVB无线电视议员培训班后 她终于得空能和女友联系 不料对方的爱意已经被时光和距离消磨殆尽 两人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年轻时的刘德华就已经在爱情和事业中做出过抉择 或许正是应了那句话 情场失忆 职场得意 匆匆结束第一段恋爱后 刘德华将自己全身心投入演绎事业 网精导演更是评价她 这样一个人在谁手里都能红 刘德华演绎道路的起点很高 首部作品就是大IP剧《神雕侠侣》 这也被称作是她与朱丽倩的定情之作 正是杨过这一角色 让远在马来西亚的朱丽倩放心暗许 1986年 刘德华与香港足球队一起到吉隆坡访问 得到消息的朱丽倩 开心得好几万都没睡好 在公有的介绍下 两人第一次见上了面 回想起这段经历 朱丽倩激动的同时还有些懊恼 早知道要与日思夜想的偶像见面 她说什么都要好好准备一下 历史的朱丽倩既没有化妆 皮肤也因为酷爱户外运动被晒得又黑 可她只晒的样子 还是将刘德华神神吸引 两人见面的地方是在马场 看着马背上自由驰骋的朱丽倩 刘德华很快就愣了神 或许是偶像与粉丝间的天然磁场 又或许是两人心照不宣的好感 在这一次短暂的见面中 刘德华朱丽倩只觉轻松和愉快 分别的时候 两人互相留了联系电话 说是日后能够经常交流 在这样的承诺下 原本热爱各种聚会和运动的朱丽倩 竟然每天安心待在家里 甚至连时尚杂志邀约也全部拒绝 只为等待一个人的来电 很爱对方的时候 大概连相聚的时光也会变得更加遥远 日夜蹲守在电话旁 让朱丽倩心中的思念愈发泛滥 终于她下定决心要再离她近一些 在朱丽倩的心里 无论是豪门千金还是新潮小姐 都抵不过恋人刘德华的陪伴 只是令她遗憾的是 身为天王嫂 她连普通情侣的约会都没法享有 为了不对华仔的事业造成冲击 朱丽倩挡起了逃兵 还一当就是23年 她与妹妹一起学习美容课程 有小道消息传出 刘德华曾现身尖沙嘴美容院等人 郑明明也承认 说他俩确实认识 听到这里媒体兴奋了 都迫不及待想挖出背后的秘密 一番操作过后却都是徒劳 据传 朱丽倩一开始是借住在刘德华好友家中的 两人每次见面都跟街头一样谨慎 1989年的时候或许是看媒体的关注度已经减少 刘德华将其安排在了自己的赛马西湖寓所居住 好不容易过了两年消停日子 1992年刘德华夫子在朱丽倩陪同下看房 两人的关系瞬间又被推上风口浪尖 只是很快就被刘德华出面否认 毕师四大天王几乎掀起全民追星狂潮 而刘德华却被认为是自行捆绑上去的 他被嘲讽演戏比不上黎明 跳舞又比不过郭富城 唱歌更是比不过张学友 失业上升期功不练情 这样大的风险刘德华不敢赌 塑性朱丽倩也并不在意 在他的心里 天王嫂的名分是最美用的东西 他只想陪在爱人身边照顾 只是就连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 刘德华也没有办法实现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 刘德华朱丽倩相聚的时光 也明显变得短暂 最夸张的时候 刘德华一年下来拍了足足18部戏 整个人忙得跟陀罗一样 好不容易挤出来的一个月假期 他将一半留给父母 剩下一半便带着朱丽倩到处旅游 算是对过往亏欠的弥补 到1997年 两人已经爱情长跑了十个年头 朱丽倩下定决心要定居香港 刘德华在外忙着拍戏 他就在家中照顾父母 即便此时连正经的名分都还没有 长时间的东躲西藏 让朱丽倩产生了一个错觉 那就是自己已经有能力应对铺天盖地的舆论 可事实证明他错了 怕朱丽倩在家中无聊 21世纪初始 刘德华送给他一家旅行社当作礼物 公司内部员工都知道其中的关系 经常称呼朱丽倩为刘泰 只是没多久旅行社就到了必须关门的地步 因为各路媒体已经听到风声 举着手中的长枪断炮进行偷拍跟踪 这样的场面将朱丽倩吓得不轻 2001年的时候 朱丽倩打着胆子去看偶像的演唱会 没想到也被媒体记者精准捕捉 黄文之下 他一边快速离开会场 一边向好友电话求救 内心大概充满无助和悲伤 在这段见不得光的感情里 他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哪里还有年轻时的洒脱张扬 为爱隐忍21年的朱丽倩 一生中究竟有没有过后悔与遗憾 如果对象换了别人 我不敢保证 然而刘德华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值得 月可欣是唯一被刘德华官宣过的女友 两人曾轰轰烈烈练过三年 却在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下 最终选择分手 本以为这对恋人的纠葛至此了结 不成想足足过去了15年 月可欣却还出版一本名为《秦海星空》的书籍 上面清楚记载了他与刘德华的恋爱细节 面对这样一位疯狂的前任 像是为了安抚朱丽倩的情绪 他只减断回应道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而后便再也没有为这一话题多费口舌 作客鲁豫有约时 刘德华首次对外袒露多年来的心路历程 但凡将感情公开 不论后续如何出现在大众面前 都将遭受此虚无有的猜测和批评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他已经习惯被这些言论力鉴攻击 却不想朱丽倩也被牵扯其中 还因此被打上了没担当标签 只是被人忽略的是 早在2001年的时候 面对媒体记者的追问 刘德华已经明确表态有心意对象 还称想要尽快结婚生子 被问到女友的具体信息 刘德华笑着说 只要他不生气就能说 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 又过了七年 朱丽倩妹妹结婚 刘德华被抬到出席婚礼 还俨然一副主人模样上台唱歌 不久后 马来西亚佛教圣会上 朱丽倩与刘德华的名字并排 这是只有亲人才会有的联名 这次两人的关系 基本已经被大众默认 2009年 朱丽倩父亲离世 刘德华当即结束手头工作 赶往马来西亚 看着沉浸在悲痛中的妻子 整个葬礼流程下来 她都紧紧牵住对方的手 给予了莫大的支撑和安慰 返回香港途中 两人第一次当众十之进口 这段被隐藏20余年的地下恋情总算被公开 朱丽倩的天王嫂身份得到认证 从之后的报道中得知 早在2008年6月 两人就已经顺利完婚 只不过就像是已经习惯了低调 朱丽倩仍旧没有出现在大众面前 唯一一次被狗仔抓拍到 还是她回到马来西亚养胎 46岁的高龄 朱丽倩迎来了和丈夫刘德华的爱情结晶 这对年少相识的恋人 组建起了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 为了保护孩子的隐私不被暴露 夫妻俩前后搬了四次家 女儿的幼儿园更是一连换了三次 直到2015年 刘德华兑现给粉丝的承诺 牵着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宝贝 大方站到台前街上 谈及多年来的感情 刘德华直言他们从未吵过架 顶多会在气头上用熟悉的方式宣泄 对于他来说 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比自己还爱自己 那对方一定叫做朱丽倩 朱丽倩之所以被称作最低调天王嫂 凭借的就是自己对刘德华的满腔爱意 索性最终的结果告诉我们 他的迎刃和付出没有白费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加转发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